欢迎收看今晚六十分 我是小雪 我是于飞 每天一小时带您纵览全球热点 梳理新闻来龙去脉 首先进入关键时刻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来了 今天下午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建设推进大会在上海青浦举行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江苏省委书记楼勤俭 浙江省委书记车骏 共同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理事会 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执行委员会接牌 新生的示范区位于上海青浦 江苏无江浙江加善三地 面积约2300平方公里 其中示范区先行启动区为660平方公里 未来沪苏浙三地将会携手共推 一体化制度创新 将示范区打造成生态绿色新标杆 创新经济新高地 中国政府首次设立欧洲事务特别代表 外交部今天透露 曾经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 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驻德国 菲律宾大使等职务的资深外交官 吴洪波被任命为 中国首任欧洲事务特别代表 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设立这样一个职位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 中欧作为世界上两支重要力量 已经形成全方位多层次 宽领域的合作格局 在多方面拥有重要共识 和广泛共同利益 设立欧洲事务特别代表 有助于双方加强沟通 协调与合作 共同推动中欧关系 在新时期取得更大发展 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 今天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 报7.0437 较前一个交易日 上调96个基点 创8月21日以来新高 本周累计调升312个基点 分析人士指出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走向 取决于两国基本面的对比 目前美国经济下行的压力 仍然存在 美联储虽然按时暂停降息 但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宽松路径 相反有专业机构预计 四季度我国的经济 将会大概率地出现 阶段性的期稳 加上我国央行 一直奉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这些因素都将为人民币汇率 带来有利的支撑 朝鲜昨天射了啥 今天朝媒第一时间揭晓了答案 根据朝中社的报道 朝鲜国防科学院于昨天下午 再次成功进行了超大型火箭炮试射 并表示通过这次的试射 该款火箭炮的连续射击系统的 完整性得到了验证 它将会与最近开发的 战术制导武器一导 成为朝鲜人民军核心武器 消灭地方所有威胁 报道还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接受了国防科学院对于此次试射的 军事技术评估回报之后 表示极大满意 好 进入焦点对话 我们首先来聚焦昨天刚刚发布的 19届四中全会公报 尽管全文仅有5000多字 却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系统描绘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小辉今天表示 这次全会是在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 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要会议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 国家长治久安 人民幸福的重大问题 用一次中央全会 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 并做出决定 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那有关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在上海演播室 请到的是上海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 王公龙 王院长您好 您看刚才我们说到 用一次全会来专门研究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 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所以首先请教您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党要在这个时间 来召开全会专门研究这一主题 应该说这是我们党在一个关键时期 召开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所谓关键在哪 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教会点 从国际形势来看 当今世界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际形势日益复杂 对中国来说即使机遇也是挑战 从国内来讲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关键阶段 而且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也进入收官阶段 再从今年来看 今年是个特殊的年份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也是我们党执政七十周年 所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 围绕制度建设来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 全面地梳理我们中国车收入制度的优势 然后提出下一阶段 推进坚持完善中国车收入制度的方向 和蓝图 我觉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这个制度问题 它是具有全局性 稳定性 根本性和长期性 由制度建设关系到党的长期执政 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也关系到人民的幸福安康 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说 我们围绕制度建设来进行专题的研究 我觉得意义是深远的 那么再进一步来讲 实际上围绕制度建设来进行 深入的研究和规划 也反映出我们党正在思考 国家发展未来的长期问题 是 所以尽管这次会议的主题 是非常宏观和专业的 但是实际上它会对十几亿中国民众 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产生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 对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这次有外媒就评价说 说相比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 其实有很多具体实在的深化改革的举措 那这次的全会公报的内容表述 其实是更加的概括 而且也说是更加的理论化 所以您怎么看 这两次全会公报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一些话可以概括 十九届四中全会 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深化 为什么这样讲呢 有十八届三中全会 大家知道是在2013年召开的 那么这次会议是 为了全面深化改革而展开 所以这次全会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就是完善发展中国特殊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你再看十九届四中全会 它的主题是坚持完善 中国特殊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现代化 所以你比较一下 能看得很清楚 都是在中国特殊社会主义制度 的坚持发展和完善上 而且它完善的着力点 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这个突破口上 所以从这点上来看 这两次会议之间是一以贯之的 一以贯之而现在深化 对 但是这次两次会议 也有不同的地方 因为上一次十八家三中全会 它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 所以那次改革 对我们新时代的改革 是顶层设计 所以十八家三中全会 在中国改革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一 那么是 是 所以我们尽管说 这次的公报高屋见领 但是其中有很多关键点 它的表述也很细致 比如说公报当中就提出 要坚持和完善 社会主义经济 基本经济制度 其中明确 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 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 是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 并且提出两个毫不动摇 也就是要毫不动摇 巩固和发展 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 鼓励 支持 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多年来 我们把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 作为基本经济制度 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一大创新 就是在此基础上 把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 好 我们继续请出 王院长为我们进行解读 王院长您看 对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这次的全会的公报上 它其实有一个全新的提法 那么是首次把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加了兴趣 您觉得这是出于 怎样的一个考量 因为基本经济制度 是国家经济制度体系中 起基础性作用的制度 那么十九届四中全会 一个重大的创新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就是把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加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把它上升到 我们基本经济制度范畴 这是这次会议的 很大的亮点和创新 它的重大的意义在于什么呢 在于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 充实了 拓展了 也深化了 这样就促使我们基本经济制度 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 更加完善 这对我们制度建设 将有长远的深远的意义 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 促进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所以其实也是给世界一个回答 我们倡导是公平公正公开的 这样的一个市场竞争 对对对 而且就像前不久 我们刚刚关注一个话题 诗航刚刚公布的 这个世界的城市营商环境 世界国家的这个营商环境的一个排名 我们注意到中国排名从40多 其实已经前进到30多 进入前40 我想数字就是最好的一个说明 对对对 这也反映出我们国家 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的完善 更加符合国际上的一种发展趋势 所以我们在关注了经济的话题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就是关于反腐败了 从18大以来中央例行反腐 打老虎拍苍蝇 人民群众是为之拍手称快 那么这次的全会的公报 在13个坚持和完善当中就提到 要坚持和完善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强化对于权力运行的一个制约和监督 那么具体来看的话 全会在加强对于国家公职人员 监督的全覆盖方面是提出了三条要求 第一是要健全党和国家的监督制度 第二是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 第三就是构建一体推进 不敢辅 不能辅 不想辅的体制机制 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 江金泉今天就表示说 公权力是必须要接受监督的 那么监督的重点就是权力和科学配置 以及规范的运行 这一次的全会是从全则法定 全则透明 全则统一 三个方面来做出了一系列强化监督的规定 以切实防止权力的滥用 好 我们继续请教王院长 王院长 其实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说我们的反腐败斗争 已经是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那么为什么全会的公报和决定 还如此的强调 要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的一个监督体系 并且也特别提到说 要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监督的一个全覆盖 全覆盖这样一个词 对 从根本上讲 就是要构建一个推进不敢辅 不能辅不降辅的权力监督体制 我们知道反腐败取得压倒性胜利 但是这个压倒性胜利 我们还是要巩固和深化拓展 那么强化 那么就需要强化权力的监督的标本监制 那么在这方面 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保证公权力不必滥运 应该讲这是世界各国治理的一个大的难题 那么恰恰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这次十九届四中全会 在制度建设上向前推荐了 就是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监督的权覆盖 所以我们能看得出来 这次他强调的重点 一个强调的是协调 把党的监督和国家监督 有机的协调起来 有党有党力的监督 国家有国家的监督 那么怎样把这两个监督把它协调起来 这样才能促进权覆盖 除此除了我们党力监督之外 还有各种监督形式 人大监督 民主监督 还有司法监督 各方面的监督 只有把这些监督都协调起来 这样才能做到权力监督的全覆盖 那么做到全覆盖 才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确保这个权力始终为人民牟利 也就是说之前我们已经取得了 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的胜利 接下来要就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压倒性胜利的一个成果 另外就是我们还注意到 这次有这样一个表述 在说到对于公权力的监督的时候 用了12个字 那就是全则法定 全则透明和全则统一 怎么样来理解这12个字 我理解所谓全则法定 讲的是权力的来源 权力的依据 就是任何权力都要与法有据 使用权力不能有超越法律之外的权力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强调这个全则透明 它强调是个权力的运行过程的透明性 就是确保你权力的运行过程 在阳光下运行 那么这样就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就更加有效 第三呢 它强调是全则统一 实际上是强调对权力使用的监督和制约 因为我们要确保在权力运行过程中 要权则相当 权越大则越大 权力要善于运用 为人民去运用 而不能乱运权力 所以加强这个权则统一 实际上是提醒我们运权者 必须要慎重地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 确保这个权力更好的为人民造福 好的 谢谢王院长给我们带来的解读 怎么样来理解这一次的全会的历史地位 和它的深远的影响 我们应当放在党和国家的 事业发展全局和长远的发展过程当中 来认识和体会 10月31号晚间 香港高院紧急开庭后 应律政司的申请 颁布临时禁令 禁止任何人在网上及其他平台发布言论 去鼓励协助删度 或者是教唆其他人使用 或威胁用暴力 去伤人 或是损毁财物 时效直至11月15号案件提审 连日来 网络上有不少涉嫌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 甚至恶意造谣 其底欺凌攻击香港市民和警察 而且又愈演愈烈之势 相关的话题 我们上海演博士邀请到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建 张建您好 你好主持人 最近英国大律师江乐氏 就是在南华早报上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必须要让香港的暴力示威者 感受到法律的危言 他甚至也提议对于连登这样的 煽动暴力的论坛 港府也应该果断的去关闭 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观点 大家看到在这个持续了近五个月内的暴力动乱过程中 一些网络社交平台 扮演了极其邪恶 极其负面的角色 甚至成为这个暴力行为 不断持续恶化升级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据调查在这个网络社交平台上 最活跃的群体就是青少年 而这些青少年又最容易受到煽动和蛊惑 所以说这些网络社交平台扮演了非常负面的角色 而江乐市作为一名大律师 又作为一个英国人 他了解国际社会的一些通行的做法 其实在这个西方社会 包括英国在内 他们对这个网络上煽动暴力的行为 都有严格的管控 甚至将这种行为视同犯罪 所以说特区政府现在为了应对这个 持续恶化的这个暴力行为 我觉得江乐市先生讲的这种做法 也不失为一种尝试的方法 因为特区政府可以依据有关的规定 或者指引对这些煽动暴力 蛊惑暴力的这个社交平台进行关闭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其实这已经是香港特区政府部门 第四度单方面向法庭申请 这个临时的禁止令了 之前特区政府包括警方 申请的这个临时禁止令 包括这个禁止滋扰警察宿舍 禁止查阅区选民的登记册 以及禁止对警察及其家属起底 全部都获得了高等法院的批准 而这些禁止令 一些反对派议员都纷纷跳脚 甚至无视禁令 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您认为港府应该如何去确保他们的实施呢 在这个香港法律里面 这个临时禁止令啊 是这个法庭做出了一个司法行为 任何人都必须严格的尊重和遵守这些临时禁止令 因为这个禁止令就是一个法律 所以说为了保障和妥善执行这个临时禁止令 香港警方可以在法庭的指引下 协助来执行这个临时禁止令 甚至在一定情况下 可以对违反禁止令的行为和人士进行拘捕 这是一个方面要警方配合 另一方面这个香港社会 也要动员社会来监督 搜集举报这种违反临时禁止令的行为 只有这个香港警方的加强执法 协助法庭落实临时禁止令 同时香港社会动员起来 共同来协作才能保障 这个临时禁止令得的有效的执行 也才能让这个临时禁止令的法律 威严体现出来 好 谢谢张剑 今天其实外界也普遍关注到 就是在中宣部的新闻发布会上 针对当前香港的局势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 港澳基本法委主任沈春耀 一连用了两个绝不容忍 绝不容忍任何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为 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坚决防范和遏制 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 和进行分裂颠覆 渗透破坏活动 好 我们还是继续请教张剑 张剑您看 这个事实上直到现在 我们看到香港这种暴力行为 还没有太明显的收敛的迹象 包括在31号晚上 警方在驱散堵路人群的时候 有一名政务司办公室的 助理文书主任 涉嫌非法集结 以及袭警被捕 而在今天凌晨 香港站的港铁站 再次遭到了纵火 期间也是有人投掷了汽油弹 所以您看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 怎么看待刚才我们说的 这两个绝不容忍 所透露出的信号 我个人认为 这两个绝不容忍 也体现了中央政府 止暴治乱的决心和信心 也体现了中央 对香港特区政府 采取了一系列 止暴治乱行为的坚定支持 大家看到 在过去这几个月 这些暴力行为中 一些行为 包括无损国企国徽 冲击立法会 冲击中联办 甚至是宣扬港独 这些行为 都是对一国两制的底线 对国家安全的一个冲击 而就在这种情况下 在中央的支持下 香港特区政府采取了 包括通过禁止蒙面法 申请临时禁止令 包括取消 宣扬港独的黄之锋 参选区议员的资格 以及增加警力 等等的一些措施 都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些 采取的一些行动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中央重申两个决不容忍 也是对特区政府 采取这些行动的 一个坚定支持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 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 绝不会对这些持续的暴力行为 听之认之 任期持续下去 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 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 会采取更加强力的行为 去止暴止乱 其实还有一个点 也是这次 这个四中全会公报当中 特别强调的一个点 就是要建立健全 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 因此就有舆论认为说 这就是要支持这个特区政府 强化自己的执法力量 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四中全会 把这个维护国家安全 作为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 重要内容 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就体现了中央对香港 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高度重视 那大家也看到 在过去这几个月 香港出现了这些乱局 出现这些动荡过程中 出现了很多威胁 挑战国家安全的行为 这也体现了 这个香港目前 维护国家安全的 这个法制 法制不健全 法律法制不健全 也体现了已有的法律法制 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所以说全会提出来 就是为未来一段时间 维护国家安全 指明了一个方向 我觉得未来 就两个重要的方面 一个是进一步建立 健全这个法律 增加很多 增加更多的维护国家安全的 一个法律 另一方面 就是对已有的法律 以及未来健全的法律 加强执法 加强这个执法机制 只有这个两者结合 才能更有效地 维护国家安全 让香港更快地 恢复秩序 也才能在未来更长期的范围之内 维护国家安全 好 谢谢 谢谢张建给我们提供的观点和分析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60分 稍后您将看到 东盟峰会开幕在即 RECP谈判迎来临门一角 七年谈判打造全球涵盖人口最多的区域自贸协定 关键时刻 RECP能否修成正果 美军和库尔德武装 在续东北部展开联合巡逻 阿萨德称土耳其不离开叙利亚 战争不可避免 各方利益难调和 叙利亚局势会否又升波澜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晚60分 接下来来看几条重要的消息 广西应急管理厅 今天通报了南丹矿难的最新情况 目前事故已经造成两人死亡 11人失联 截止到今天早上8点30分 井下垮塌点的二氧化硫和硫化氢的浓度 已经下降 氧气的含量上升到了19% 温度基本稳定在39摄氏度 支护钢架等等物资 已经运达井下准备搭建 基本具备了清方救援的条件 那么10月28号的时候 广西南丹县庆达西原矿业有限公司 2号龙口内发生了冒顶事故 目前8名事故的相关人员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 而当地的一名夸大遇难人数的男子 也被南丹县公安局控制 并且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武汉同济升职医学专科医院 今天发布了致歉声明 对于宣传内容当中 未突出女性动卵适应症和明确适应对象致歉 同时将积极全力的支持和配合 行政主管部门的执法检查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 湖北生育力保存中心 拿到了国内的首张 健康未婚女性动卵通行证 可以为未婚女性提供动卵服务 引发了社会的热议 昨天晚上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回应表示 未婚女性动卵未放开 以对涉事中心进行执法检查 对于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并且将会依法公布查处结果 当地时间31号的晚上 美国加州奥林达市 一个万圣节的聚会上 发生了枪击事件 至少四人死亡 数人受伤 而根据今日俄罗斯的报道 一名身穿橙色连帽衫 身材魁梧的黑人男子 向屋子里面开枪之后逃离了现场 疑似使用的是冲锋手枪 当天晚上的11点左右 约有一百名的年轻人 在现场聚会 参加聚会的多是来自于 莱尼学院的学生 当地的警方在社交媒体表示 目前调查仍在继续 细节稍后公布 这也是这个万圣节期间 美国发生的第二起抢击案 29号的时候 美国加州的长滩的一个 万圣节的聚会 也曾经发生了抢击事件 共造成三人死亡 九人受伤 嫌疑犯目前仍然在逃 波音737 MAX飞机 久久无法复飞 而737 N机型客机的裂缝事件 又在扩大 今天澳洲航空公司确认 其运营的三架 波音737 N机型客机 它的机翼与机身的连接处 出现了结构性的裂缝 澳大利亚航空联盟 随即要求澳航停飞旗 拥有的全部33架 该机型的飞机 10月中旬 波音公司检查发现 38架737 N机型的飞机 存在结构性的裂缝 昨天波音公司承认 全球已经有多达 50架的737 N机型的飞机 因为出现了裂缝 而遭到了停飞 据估计 每架飞机的修复工作 将会耗资27.5万美元 好 稍后进入全球眼 好 进入到今天的全球眼 明天开始 这4号第35届东盟峰会 就要在泰国拉开帷幕了 除了东盟十国领袖之外 中日韩三国的政府首脑 都会参与其中 而其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也就是RCEP谈判 能否在此次峰会当中完成 也是备受关注 由东盟十国于2012年发起的RCEP谈判 目前除了东盟各成员外 还邀请了中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印度六国共同参加 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 建立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 协定将涵盖约全球一半人口 32.2%的全球GDP 29.1%的全球贸易 以及32.5%的全球投资 一旦达成 RCEP将成为全球涵盖人口最多 最具潜力的区域自贸协定 RCEP能否在年内圆满收关 就差临门一脚 相关部长级会议和领导人会议 已于今天在泰国曼谷提前开启 观察人士说 美中贸易摩擦 加重了各方对经济增长的担忧 16个参与方有望加速谈判进程 在4号向东盟领导人峰会 提交一份达成共识的初步协议共审议 东盟轮值主席国泰国表示 各方已就协定80.4%的文本达成一致 20张中的14张已经达成了共识 不过变数仍然存在 其一是日本经济产业项 伟山洪志因国内问题临阵缺席 RCEP部长会 改由傅大臣牧原秀树出席 其二 印度在最后关键时刻提出了新的要求 希望能修改协议文本中 一些有关关税和商品的规定 此举引发其他国家的谈判人员不满 不过据印度官员透露 尽管莫迪政府不放弃上述要求 但还是有可能签署协议 因为印度总理担心 其他国家会在4号宣布取得成果时 将自己排除在外 那么对于这次RCEP谈判 各个国家的媒体都有什么样的期待 正在泰国的东方卫视记者送看看 稍早前也是为我们发回了他的观察 这里是安派克会展中心 建立于1999年 本次东盟峰会的会场和媒体中心都设在这里 作为今年东盟主席国的泰国 多次表示要在今年完成RCEP谈判 并且期待明年可以签署 在曼谷街头的采访中 我也感受到曼谷民众渴望更多商贸交流 和就业机会的期待 NHK报道说 安倍首相的意图是 在降低关税等知识产权和电子商务规则的相关的协商中 起到主导作用 也有日本媒体指出 RCEP交涉停滞不前的关键是印度 印度担心中国廉价的工业产品和农产品流入印度市场 所以RCEP能否签订的关键 是要看印度能做出多大的让步 日本产经新闻认为 签署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在撤除关税等方面 各国都有自己的立场 所以也不好断言就一定能有结果 不过日本经济产业大臣韦山洪志 在此前的记者会上表示 格聊级别会议上遗留的课题 可以在政治级别进行讨论 展示出日本对签署协议持积极的态度 今天韩国政府在政府首尔大厦举行了相关的会议 会议决定韩国政府将向最大限度的 扩大国家利益的方向进行应对 促成RCEP的签署 第三次RCEP峰会最后阶段的协商将会在11月4号 曼谷当地时间18点15分开始 具体结果如何 还有待继续观察 今天来到我们北京演博士的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江岳春 我们也请教一下江岳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日本对于RCEP的签署态度是很积极的 但是日本也希望将这个RCEP塑造成 所谓的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来实现日本在竞争过程当中的优势 可是这个RCEP成员国当中发展中国家是比较多的 所以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博弈呢 日本对RCEP这个态度 它有这个积极的一面 但是也有相对的消极的一面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这个积极的一面 东盟这个国家 特别是十加六 这片市场对日本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个出头型的国家 海外的市场历来最大都非常重要 那么东盟历来是它的后院 经济后院 所以这个贸易圈应该说对日本很重要 所以它也非常着急签署这个FTA 但是从消极这个层面上来讲 日本它又不着急 一个是在这个FTA这个战略当中 日本现在主打的还是CBTPP 这是它作为一个特别是在本地区 作为一个多边贸易当中的安排 应该是日本对外经济政策当中的一个主打系 而且现在进展也比较顺利 标准也比较符合日本的要求 因此它觉得RCEP这个标准 照这个TPP标准还是低一些 所以在它的心目当中分量还是有所减轻 另外虽然它追求在经贸规则 这个方面抢占制高点 从这一意义上来讲 它也想要尽快达成RCEP 但是它又觉得这个标准 按照TPP的标准还略低 所以它还是希望把RCEP的标准 能够尽可能地提到 这个CBTPP的标准 它可能就增加破解性 可是现在这个标准 显然没有达到它心里的预期 因此它也不是特别的期待 所以它才是既积极又消极 另外一个就是印度 这回提出来一个新的要求 您觉得这个要求会是谈判 临门前最后一脚的最后障碍吗 最终各方会怎么处理这个要求 印度当然作为参加FTA 它还是参加的比较少 在这次谈判过程当中 实际上印度始终是一个障碍 经过去年的谈判 在去年到今年这一年里面 印度的进步比较大 而且它的对外开放的程度 也比过去加速了提速了很多 因此今年说障碍减少了很多 但是印度毕竟它这个经济结构 它这个轻工业产品市场 和它的这个出口结构 它与这个亚太这圈国家相比 它有它的弱势 特别是面对中国这个世界加工厂 所以它觉得心存恐惧 因为它生怕中国这些比较物别价廉的产品 冲击印度本身的市场 所以它始终是抱有这种担心 所以在最后要签约这时刻 它又提出了一些要修改的方案 所以这样使其他这些成员国 就觉得心怀不满了 因为大家谈了好久 而且都很累 好不容易达成了80%的共识 应该说很不容易 所以在印度发生变化的这种情况之下 好多国家还是不太高兴 因此我感觉最后这两个月当中 要想让所有的国家都能够服从印度改变的话 我认为还有一定的困难 因此总体来说 RCEP在接下来这两个月当中 能否达成协议 能否顺利地完成最后的临门一角 我认为有很多的变数 好 谢谢 谢谢江月纯 我们另外也看到 根据白宫日前发布的一份声明 就是这次的东盟峰会 美国会降格参加 新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 将会作为总统特使来参加 11月3号到4号在泰国举行的 这个东亚系列峰会 此外就是与会的美国官员 还有商务部部长罗斯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 助理国务卿戴维史迪威 还有法新社说 这就是华盛顿自参加这个系列峰会以来 派出的级别最低的代表团 美联社也说 在东南亚很多国家看来 华盛顿派遣非内阁成员 作为总统特使赴会 表明美国在与该地区交往的方面 是缺乏投入的 所以这方面我们还是要请教一下 江月春 江月春您看 美联社是毫不客气的指出 仔细看说 这一次的美国代表团 总统特使奥布莱恩 连特朗普内阁成员都不是 他只是一个顾问 充分说明美国其实并不重视东盟 而事实上 特朗普上任以来又屡屡怠慢东盟峰会 您觉得这背后有什么原因 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上台以后 他采取的是一种单边主义的做法 他强调的是美国优先 所以往往在对外政策方面 采取的是一种王子尊大 唯我独尊这种做法 所以他在对外经贸关系这个问题上 实际上他是强调用双边来解决问题 因此他在上台的第一天 就退出了大家都期待他参加的TPP 所以在那之后 包括他自己前后院的美加莫 这个NAFTA他也退到了 当然了现在他又重建了 但是在那之后 实际上许多多边的这种框架 他都一一退出 所以看得出来 特朗普是希望用双边来解决他的结贸问题 而是在此之后 他和日美之间 美日之间也在谈判 所以东盟在他这圈 自贸区在美国看来 显然不是特别重要 对 另外还有就是说 这回峰会虽然不来 但是我们看到在地区安全事务上 美国却没少插手 包括也有插嘴的 对于美国的亚洲盟友来说 您觉得是否应该对美国 作为该地区战略伙伴的可靠性 打一个问号呢 由于美国他这种做法 他不仅仅是对一般的国家 即使对自己的盟国 也采取一些比较生硬的做法 特别是在涉及到美国利益的时候 我感觉他还是有一种六七不认的感觉 比如说在亚太地区 特别是对日本 对韩国这样的盟国 实际上他采取做法也是非常的极端的 不仅仅是加收保护费 使得日本和韩国都很不满 特别是在近一年来 日韩之间在经济问题上 产生很大的矛盾 所以在这种观点之后 韩国特别希望美国出来主持公道 来帮一把 但是在这种时候 美国并没有作为 因此日本 韩国 实际上在心里面都觉得 这老大哥有不靠谱的地方 特别是在关键时候 觉得美国是靠不住的 对 好 谢谢 谢谢江玥川给我们提供的观点 看来这个RCEP最终是否能够达成 当中还是有很多的博弈和变数 事件转向中东 土蓄之间150个小时 停火刚刚到期 美军又在蓄领土再先波澜 原本已经撤出了叙利亚的美军 现在又是以保护油田的名义 卷土重来 并且和当地的库尔德武装 展开了联合巡逻 美军此时到来 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对于有望迎来和平的叙利亚 又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当地时间10月31号 五辆插油美国国企的装甲车 在高速公路上一路向北 在装甲车哨台 手持重型机枪的美军环顾四周 此次 美军装甲车小队 把目的地锁定在旭东北部 戴尔卓尔的加塔尼耶镇 这里距土边境仅6公里 根据法新社报道称 戴尔卓尔是叙利亚主要产油区 而在加塔尼耶镇附近的几处油田 美军正和数名库尔德武装 一起展开联合巡逻 并查看油田设施 双方巡逻期间 还有美军战机从上空飞过 监视周边情况 对于美军说撤不撤的行为 白宫和五角大楼解释称 此举是为了防止ISRS卷土重来 夺取对油田的控制 但俄罗斯国防部指责 美方以反恐为名 企图控制叙利亚石油资源 无异于强盗行为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当天 在接受采访时 直指特朗普对叙利亚石油的野心 不过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还认为 美军在此寻求军事存在 不仅是为了油田 更重要的是防止俄旭联军 由戴尔祖尔进驻旭境内 库尔德武装控制的 所谓首都卡米什利以东地区 有关这个话题 我们在北京演播室 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杜文龙 杜先生您看 其实相比周边的国家 叙利亚它不算是一个石油 非常富足的国家 那美军是以保护油田的名义 现在重返了叙利亚 它的战略目标究竟是什么 叙利亚贫油 所以美军这次增兵 肯定不是为了油 班上市总统表演过特朗普总统 说他是最诚实的总统 为了抢油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有可能这只是一个说笑而已 总的判断 美国这次重返叙利亚北部 大概两个原因 第一是平息国内压力 因为特朗普的库尔德人政策 特别是为土耳其 开打库尔德人开绿灯 在国会遭到了反对 354票对60票 这样两党之间的争议 就会白热化 这种情况下 向北派驻兵力 有可能与克尔·库尔德人的关系 会得到进一步的紧密加强 对于平息国内的压力 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第二目前看 显示美国的军事存在 大概也是一个重要的特征 目前在叙利亚北部地区 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 特别是俄罗斯和土耳其的联合巡逻 已经让整个地区 出现了向好向善的趋势 这种情况下 美国虽然铲除了巴格达迪 但是并没有表现出 所谓的领导地位 如果在这个时候 把美国的富豪放大 特别是人员 装备 在戴尔祖尔方向 有一定的这种活动的规律 或者迹象 多多少少 也可以让美国 在叙利亚北部 今后的作用有所放大 另外您再跟我们分析一下 现在美国和库尔德人的一个关系 您看美方先是说 抛弃库尔德人 宣布要撤军 那么撤军又是从撤1000 到后来是撤100 而且特朗普和五角大楼 对撤军的表述也不太一样 那美国这个态度 反复的背后究竟原因是什么 首先表现出了 美国中东政策的摇摆 特别是对库尔德人 到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 现在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有人说在库尔德人 包括在叙利亚北部的 战略问题上 特朗普总统在红绿灯上 有一个逻辑电路问题 一会是红灯 一会是绿灯 一会是绿灯 一会是红灯 到底什么灯 自己都说不清 所以目前看呢 在叙利亚北部地区 如果有更多的美军存在 消耗更多的美国资源 对美国大概没有太多的好处 所以到底库尔德人 应该是放弃 还是重新保护 目前对美国来讲 是一个天大的问题 那第二呢 他的主要目标 要直指伊朗 如果在叙利亚 消耗美国的装备 消耗美国的战略资源 消耗美国战略方面的精力 很有可能 对中东最大的目标 会产生削弱作用 如果不把自己的所有兵力 向伊朗集结 等于在中东方向 美国把小目标当成大目标 这样主要方向和重点均不突出 我想这次增兵 大概也有平息库尔德人的怨恨 但是从总的目标去分析 向伊朗方面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 依然是美国的核心选项 好的 谢谢杜先生带来分析 的确就像刚才杜先生分析的一样 对于特朗普来说 可能美国优先 是他以以观之的一个态度 但是在中东问题上的摇摆 我们也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而就在美军卷土重来的时候 土俄两国的军队 从今天开始 正式在旭北部地区 展开了联合巡逻 那么对于土俄达成的协议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强调说 协议只是暂时的 如果土耳其不从旭境内撤出的话 唯有一战 当地时间的29号 旭政府军和土军 还发生了首次正面交火 至少造成了6人死亡 另外一方面 10月30号 叙利亚的宪法委员会 首次会议在瑞士的日内瓦召开了 经过八年的战乱 叙利亚各方是首次坐下来谈 被认为是和平出现了一缕曙光 我们再次请出杜先生 杜先生 刚才我们先是说到了 俄土联合巡逻 他被认为是土耳其军事行动 告一段落 但是阿萨德还是说了 如果你不撤出的话 可能难免一战 那么你觉得 这个矛盾怎么样来解决 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矛盾 大概要寄希望于两个和解 首先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和解 如果土耳其继续在叙利亚的国土上 建立所的安全区 这样从叙利亚的立场上 完全无法接受 自己的安全 由自己保卫 根本不需要外国人的入侵行动 所以目前看 在俄罗斯的协调下 如果土耳其和叙利亚 能够实现国家之间的和解 对于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 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同时也可以避免 大规模的作战冲突 如果在556公里边界线上 有大规模的冲突 这样今后在北部地区 依然是混乱状态 第二是叙利亚内部的 国内政党的和解 比如库尔德人 实现了首次和解 但目前看 在叙利亚 有多如牛毛的反对派 如果这些反对派 集中自己的各种武装能力 发生各种对峙 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新的混乱 所以总的判断 如果这两个和解无法达成 今后在叙利亚北部地区 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是 我们说到和平 我们再来看一下 整个叙利亚的和平的进程 应该说走到今天 还是有一点和平的曙光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宪法委员会终于是开会了 这算是一个进展 可是你也看到了 大国不肯离去 各方又各方的一个利益诉求 您怎么看叙利亚未来的和平进程 目前叙利亚应该说迎来了 国内最好的时刻 特别是战争爆发以来 目前国内的和平 包括多方的努力 面临着新的曙光 但总的判断 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美国会不会在叙利亚北部地区 平行表现出自己的强硬 如果持续增兵 特别是今后把各种作战部队和武器装备 向旭北地区集结 同心把库尔德人拉回自己的怀抱 那么今后整个的叙利亚北部地区 还会出现国家分裂 各种作战行动频繁发生的现象 第二要看库尔德人会不会再次反水 美国是第三次抛弃库尔德人 会不会有第四次 如果库尔德人在这个时刻 表现出自己的作战能力 与政府军 包括土耳其军队 进行各种作战行动 很显然在整个对军范围内 又多了一个棋子 那么真正的和平也无法快速到来 那么第三取决于 能否让叙利亚境内出现真正的和解 目前在日内外可以谈 但是谈不解决根本问题 如果双方或多方的利益诉求 无法实现 也没有办法实现真正的和平 所以目前看 这些意外事件 如果能够真正避免叙利亚的和平 有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好的 谢谢杜先生带来的分析 稍后进入新财经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烟草专卖局 今天发布通告 为了进一步保护 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的侵害 禁止通过互联网销售电子烟 通告中指出 虽然早在去年就发布了 关于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的通告 但仍然发现 有未成年人通过互联网知晓 购买并吸食电子烟 所以两部委今天联合发布通告 敦促电子烟生产销售企业或个人 及时关闭销售网站或客户端 敦促电商平台及时关闭电子烟店铺 并下架电子烟产品 敦促电子烟企业或个人撤回电子烟广告 在证监会的统一部署下 沪深两大证券交易所 今天同步发布系列规则 其中主要公布了资产支持证券 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指引 进一步明确信息披露主体责任和实现要求 细化和丰富重大事件的信息披露 此举旨在规范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的问题 从而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 此外 两大交易所今天还发布了 重新修订的2019年会员管理规则 在几个小时前 美国劳工部公布了最新的非农数据 10月份的非农就业人口新增12.8万人 具体的情况 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纽交所的第一财经记者 各位儿 各位儿 好的 主持人 那么美国劳工部周五发布的非农就业报告 显示10月份非农就业新增12.8万人 大幅好于此前市场预期的7.5万人 失业率上升0.1%至3.2% 小时薪资同比上涨3% 那么受到利好非农就业数据的提振 道指上涨也是超过了250点 而标普白指数更是刷新了 历史盘中新高记录 至此今年 非农就业的平均新增达到16.7万 虽然较去年的平均新增22.3万 有明显的回落 但是也暂时减淡了 投资者对于美国经济可能会陷入衰退的担忧 印证了美联储在周三降息之后 暗示货币政策调整 将会暂时告一段落的做法 美联储主席克拉里达在接受 副主席克拉里达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 也表示这一数据显示 美国就业市场形势稳固 好 谢谢葛威尔给我们带来的资讯 还有三天第二届进博会就要开幕了 各大展区的搭建基本完成 节目的最后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 一起到展会现场去探营 在品质生活馆 随着设计师将最后一块颗粒安装到位 一个高约2.1米 由21万1千块乐高积木组成的3D模型 在这里拼击完成 其中 进博会吉祥物进宝高达1.5米 吸引了周边展台的工作人员前来打卡 其实 整个模型由14位工作人员接力 花费超过15天接力完成 其中 1万3千块颗粒使用了可持续材料 乐高集团表示 在2030年前 其所有核心产品和包装材料 都会使用可持续性材料制成 三棵树嘛 然后同时地面上铺的 还有墙面上的竹子 都是从甘蔗里面提取的植物基 做的塑料的颗粒 在汽车馆 五辆古董车在远渡重洋后 今天也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这辆1937年生产的阿尔法罗密欧小轿车 在精心的保养呵护下 现在依然夺人眼球 而且车上的每一块零部件 都是当年的原配 这台艳丽的马沙拉蒂 总重只有800千克左右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 曾称霸赛车界 终极车速可以接近每小时300公里 而另一辆市价高达325万美元的古董车 在设计上有着独一无二的特点 限量版定制的车身 模仿了鲸鱼在海洋中前行的模样 这次参展的五辆古董车 都有海关人员来现场开箱核验 省去了在入关时开箱查验的环节 这是你们的进博会 和国家会长中心 说哪个展览馆在哪里该怎么去 是目前国际领先的 轻能源技术研发中心 完整的航空产业链 两百年历史的企业 这是我们的进博会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新时代共享未来 全媒体直播特别报道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